哈囉,歡迎收看光明丁 在上一支影片我們提到了民主政治中的法治政治 這是指,無論人民或政府,在民主國家中 人人都必須要遵守法律 這支影片我們要來說說,為什麼法治政治這麼的重要 以及跟法治相對的人治或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這支影片對應到的章節比較不一樣 康宣放在國二下的第一單元討論 章節名稱是法治與人權當中的為何要建立法治的社會 乃伊則是放在國二上第二單元 法治的基本概念當中的要法治還是人治 翰林則是國二上第二單元 憲法與人權保障中的法治與人治 希望能讓你理解你瞎所在的地方喔 先說一個題外話 在舊課綱中我記得是在比較民主跟獨裁的差別 但在新課綱卻變成了法治與人治 有人有什麼頭緒的話可以在底下分享一下喔 我個人覺得法治與人治最好的舉例是在康宣當中 不過卻是在國二上解釋權力分立時提到的 他的小故事裡面說 副班長負責登記遲到 一項目就宣布原本7.30分登記遲到 放寬到7.32分 被同學們認為是得證 結果隔天副班長自己7.35分才到校 剛剛同學說 你不是應該要登記自己遲到嗎? 但副班長說 規則是我訂的啊 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康宣誘這個例子來說明 訂規則跟執行的人應該是要分開的 也就是權力分立 互相監督制衡 才不會產生專制恨權的狀況 不過我覺得這就是 法治與人事的一個很貼切的範例 在剛剛的例子中 就很像是副班長的人治 在人治社會中 並不是沒有法律與規則的 但是這個法律與規則 卻是為統治者來服務的 這就是一個人治的狀況 相較於此 法治中的法律則是為了保障人民 這個法律不只人民要遵守 政府也要遵守 所以法律也同時限制了政府的權利 這樣的概念被稱為是有限政府 也就是政府自身在 規模、職能、權力和行為方式上 受到憲法和法律的嚴格限制 我們在南一版的基礎上 歸結出法治社會的三個特徵 首先我覺得要強調的是 法治社會的核心之一是法律 這三個特徵都跟法律有關 首先 法律應該是為保障人權而存在的 這也是法治社會中 法律最主要的功能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的憲法中有 非常多保障人權的內容 也依據憲法 規定了很多促進人權規範的保障 其次 政府應該要依法而治 政府的所有作為 應該都要由法律依據 否則可能就會侵犯到人權 也有可能會是政府過度擴張 違反了有限政府的想法 所以以我們國家來說 立法院是由人民選出的立委組成 他們依法制定法律 只要由行政權來執行 行政權才可以依法行政 當有問題產生時 就要由司法權的法院加以定奪與宣判 這就是依法而治的意思 最後一項特徵是人人守法 我們的社會能夠預作起來 是因為我們知道 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守法 所以你走在路上 當然是要提高警覺 但你不用懷疑 每一個走過來的人會搶你東西 這個機會是很低的 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 是原則上大家都會守法的社會 這也是我們該珍惜的價值 言威這樣子 現代國家多數是法治社會 整個國家是可以比較穩定的 因為人民與政府是有一個依規可以去做事的 大家的行為可以得到預測 也促進了社會的發展 不過人治社會難道不好嗎? 舉例來說 在民主國家中抗議這麼多這麼亂 如果人治社會中有一個聖賢民軍的話 整個國家不就可以富強起來嗎? 沒錯 這個想法是正確的 但別忘了這個說法的前提 也就是有一個聖賢民軍的話 如果是這個狀況下當然非常好 整個國家會很快速的往前進 甚至比法治社會來得更快速 但這時候有兩個問題 首先如果這個聖賢民軍 被太大的權力所誘惑該怎麼辦呢? 有人說 權力使人腐化 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 這個聖賢民軍可以擋住這樣的誘惑嗎? 其次 如果今天在位的不是聖賢民軍 而是一個以虐待人民為樂的領導人 或者所作所為常常侵犯人權的政府 那在人治社會下 法律是領導人說了算 除了流血革命之外 還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這個領導人呢? 我想可能就有點危險了 如果用投資來說的話 使用人治的方式就有點像是高風險的投資 當然可能可以得到很高的報酬 但萬一虧損發生時 你是很難停損的 甚至只能看著虧損越來越大 而沒有能力阻止 相較之下 法治社會就是一個比較穩健的做法 雖然不一定會出現很暴力的成長 但是卻也很難出現誇張的虧損 就算你發現你看錯了方向 你也可以用很溫和的方式在於收證 所以生活在民主自由法治社會的你 請對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有多一點的信心 因為我們國家是一個可以收證錯誤的國家 你或許會羨慕獨裁人治的國家經濟發展快速 你或許會嫉妒獨裁人治的國家 看起來非常的安定 但也別忘了 這其實是有風險而且難以修正的 你生活在法治社會中 你的人權是受到保障的 所以你可以很放心地去批評政府 你可以很放心地去表達你認為怎麼做比較好 甚至你認為這個領導人不好 再下一次是可以換掉他的 這都是人治社會中所不存在的保險司 當社會的反彈過大時 保險司自然就會斷掉 短時間內可能會沒有電可以用 要趕快換一根保險司 但你卻不用擔心整個房子因為電線走火燒起來 這或許就是法治社會是一個較為合理的方式的原因 以上就是公民丁對於法治與人治的介紹 希望讓你理解這兩個人的差別 也讓你理解為什麼法治社會是值得堅持與追求的 公民丁 下次影片見 掰掰 請就要回家 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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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請回家 請回家 請回家